台北股市今天高檔震荡 是小跌了28天 不过成交量又冲出来了 今天量冲破5000亿元 来到5064亿元 这在创下历史的次大量 而最近交易量不断的放大 当中一个原因 就是当冲比重都超过了三成 而且居高不下 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就说 现在股市投资的味道逐渐稀少 反而变得像是一个超级大赌场 笔电手机双萤幕操作 这名小股民Kevin投资经历超过五年 但最近交易也都以当冲为主 大部分都是针对热门股去做交易 最近行情的洗刷幅度其实蛮大的 所以其实很想说基于风险控管 一天几千到一万 那如果行情好一点 两三万不是问题 就是因为害怕行情在高点 会随时反转即下 台股当冲比率不断攀高 二月当冲成交值占比34% 创下2014年开办已来新高 三月虽然略降到32.85% 但依旧居高不下 4月22号单日还一度冲上63.15% 让财新传媒董事长谢金河直呼 台股已经像超级大赌场 主长现在投机的歪风 而不是鼓励大家投资 那更是在议长这些赌徒心态的人 可以在台股里面靠着这样子的当冲 来获取暴利 当冲火热也是因为交易税有减半优惠 虽然年底优惠就要到期 不过金管会已经向财政部提出建议 要再延长五年 但也再度引起蓝绿立委正反意见 我是反对这样子的一个取消降税的一个 延长这个当冲的降税 那我认为说这样不是一个好的 健康的发展方向 当冲降税基本上我支持 尤其它到年底了 我有提案 现在市场真的太热 真的太热 所以我不暂停 这时候再讨论当冲降税 等过一段时间 市场要冷却的时候 再来做讨论 而台股28号持续震荡整理 中场小跌28点 收在17567点 成交量5064亿元 创下历史次大量 专家提醒太股短线 球马凌乱 投资人操作因 小心谨慎 东森财经新闻 叶子晶杨超成台北采访报导